台北股市今天開始反彈 這個指數一彈不得了 一度上漲了將近300點之多 那面對反彈之後 投針怎麼辦 是到底是逢高捷馬 還是趁拉回再做買進 當然我們要注意到 從幾個資料 第一個是台灣的M1B跟M2 關於這是最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 因為一個國的股票 甚至全球的貨幣的發行量 會跟資產的價格 中間有一個很等似的關係 也就是各國央行的貨幣發行量越大 包括台灣央行的發行量貨幣越大 那基本上對於台灣的資產價格 股票 房地產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從M1B M2來預測 這一波反彈之後的變化 當然我們這邊很恭賀 那中央銀行總裁彭華南 在今天早上公布 全球金融家早上次 再度送給彭華南一個A級的平等 所以彭總裁是連12A 所以彭總裁是全世界最A的男人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到底最A的男人還有一個 一個女人 還有一個很A的女人 到底是誰 那包括台灣彭華南跟那個女人 他們的施政績效 我們來做比較一下 好 另外觀察一下 我們看今天早上 這個官方的在案人幣會價 再度扁破新低 另外美元指數 昨天正式跌破警線 所以官員不要小心 這個中國跟美國的貨幣 競貶大戰 現在慢慢在擴散當中 特別是中國的人民行 偷偷的緊縮資產負債表 更給這一波的全球金融海嘯 帶來一點關鍵的一個決策 那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日元跟歐元 出現的一個避險強生 官員要特別注意到 2017年16年最大的黑天鵝風險 可能來自於日本央行的財政破產 為什麼這樣解讀 這一波日本股市的重挫 到今天亞洲市場反彈 只有中日聯媚的繼續狂跌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請到四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到的是台大哲學系教授 院局正 院老師 好 第二位請到聚恨網 種族比邱章 邱老師 好 第一位請到 我們資生財政者 第1萬名 好 第一位請到我們分析師 中環文 打K 好 當然我們這個 院老師從海外歸國回來 馬上第一時間上我們節目 等一下解讀 從中美 德日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長期性的變化 好 第二位先觀察一下 昨天中央行公布的 就是M1B跟M2 那M1B跟M2 觀眾朋友你懂它的解釋也好 不懂也好 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一個貨幣供給量 從不同口徑的計算方法 那觀眾朋友我們剛剛提到 整個全國的資產價格 不是價值喔 資產的價格 是由央行的貨幣發行量 來做決定 所以這個貨幣發行量快速增長 當然對於台灣 不管房地產 股市 都是多方的一個注意 但貨幣發行量的減緩或蕭條 那基本上 那股市房市再大基本面的利多 都不會漲 甚至會跌要 那我們看最新的發展 M1B跟M2 最新公布七月份 都是雙雙出現下滑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看兩個表現 一個是藍色的是M1B 紫色的是M2 另外是加權指數 所以事實上 這個M1B跟M2 就是股市的領先指標 在今年年初死亡加之後 這個股市還進行泡沫斷 觀眾朋友已經預告上上沒錢 這一波就是叫價格真空區 什麼真空 價格跟價值的脫鉤 所以目前 台北股市大幅修正拉回 只是把這一段泡沫做修正 這就是我們要做為觀察的 首先請教大K 我們來做掌握 因為M1B跟M2 基本上是整個台灣 只要是股市房市 包括酒 郵票 藝術品 只要用台幣計價都直接有關 更直接牽扯是禮拜四 國發院他公布的 國發會公布的 警器對策訊號燈 郭敏祐 這更是重中之重 我們怎麼解讀 好的 原本市場上還在預期說 公布的M1B M2 有沒有可能出現黃金交叉 如果從這張圖表 你可以發現其實 M1B M2 要出現黃金交叉 真的非常的困難 兩個雙雙下滑 沒錯 從2000年以來 其實也只出現過三次的黃金交叉 所以這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1B跟M2 從今年的1月份出現死亡交叉之後 這個M1B 我們最重要對股市的影響 他從2月份做一個大幅反彈之後 其實他就沒有做一個大幅的 一個往上衝的動作 所以在今年包括2月份的時候 跟5月份的時候 曾經大家認為有可能會出現黃金交叉 但是最後還是失敗了 可見這個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剛剛四光哥也提到說 這個禮拜四 國發會要公佈所謂的景氣對策信號 景氣對策信號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的 就有M1B的指標 那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6月份的這個景氣對策信號 其實是出現藍燈 我想大家還有印象 藍燈是最糟糕的燈 對 沒錯 這目前來講有9項指標 包括製造業的氣候觀測站 然後機械的進口值 還有M1B 股價指數 工業生產值 製造業銷售量 非農就業 海關出口 以及商業的這個營業額等等 這9項指標呢 平均一項我們講過是 最高分是5分嘛 對 所以滿分就是45分 9項45分 對 最低是1分 所以最低分是9分 對 所以景氣對策信號 上個月來到16分 歷史上曾經也出現過來到9分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兩次 在2001年跟2009年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 景氣燈號到最低分9分而已 是 目前這9項我們來細猜來看的話 目前已經有4個項目 我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說 禮拜四 就是每個月27號 會公布的景氣對策信號 到底的燈號 會怎麼樣做一個變化 是 首先來看這個M1B的部分 M1B我們來看一下 7月份來講 它的年幀率是正的5.66對不對 但是你看一下它的燈 目前是綠燈 對 上個月的時候 它的年幀率還有6.09 目前年幀率往下掉的情況下 所以M1B的這個燈號 有可能會往下 我們先做 變成黃藍燈 黃藍燈 綠燈下一個是黃藍燈 黃藍燈底下還有一個藍燈 沒錯 所以有可能是黃藍燈 那我們來看一下股價指數 股價指數的話 在7月份來講 它的平均的指數是 8963點 不管你跟上個月的平均價格 9355點 或是去年同期7月份的 9474點來講 都是做一個大幅的衰退 我今天幫大家算出來了 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目前台北股市的股價指數 去年同期來比的話 是衰退了5.39% 所以也會有可能從綠燈 變成黃藍燈 所以你看9個指標裡面已經有兩個 變成黃藍燈 就各減1分就對了 沒錯 各減1分 今天還公布了什麼 工業生產指數 工業生產指數其實已經來到 所謂的最低分 藍分 不會再降了 對 已經是1分 所以即使它現在的狀況很差 它還是可以得到1分 對 就最低分 對 商業營業額也是 但是它在6月分的時候也是只有一分 就是藍燈的部分 夠爛了 對 那7月即使再往下滑 它還是1分 也不會再爛了 對 那如果我們把這9項呢 拆開來仔細來端倪看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喔 6月份的時候呢 這個N1B是得到3分 現在變2分 現在變成2分 對 那如果這個股價指數呢 我們剛剛講到 也會扣1分 對 也是2分 也是2分 那原本的這個工業呢 生產的本來就是1分嘛 對 即使往下掉還是1分 對 那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還有一個非農就業 非農就業目前還有2分喔 所以它未來到底會怎麼走 有一個消息 我們也可以做參考 是 這個是 這個主技術最新公佈 它的失業率 台灣7月份的失業率呢 來到3.82 創下近8個月的一個新高 對 那為什麼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中環 今天盤中公告喔 沒錯 中環它在這個揚美廠呢 要所謂的這個關閉 對 有140個人要被這個資遣 對 所以從這個數據來看的話呢 其實我剛剛提到的 非農就業 雖然失業率跟非農就業 不能完全劃上等號 對 但是光就這個中環官場 這是一個春江水暖壓先知喔 對 以及很多的科技廠 開始裁員 其實在放無薪價了 對 到時候這數據會慢慢反映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非農就業的數據2分 即使下個月沒有反應 它即使停留在2分 對 我們就給它2分好了 對 那再來呢海關出口 我想都已經在1分的呢 我們就維持不變 就不可能輸出 對 對 那另外這機械的部分 我們假設它維持現狀好了 對 也給它2分 那包括像是製造業跟商業 我們剛剛提過的 都還是1分 又不會 對 沒有反彈 那製造業這個 以後觀測戰也是給它2分 對 先不調降 所以這樣加起來呢 禮拜四公佈的可能只有14分 14分的話來講又是一個藍燈 對 所以藍燈來講的話呢 其實對於台北股市來講 檢測其實非常的一個差 是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時間 拉回到今年2月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部分 其實今年的檢測燈號呢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呢 已經由綠燈變成黃藍燈了 對 已經有點暗示了 已經有點暗示 如果那個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時候呢 台北股市還在9600點以上 對 而且3月4月的時候呢 融資還大幅增加140億 光這兩個月喔 明明景氣訊號已經告訴你 已經由黃燈變成黃藍 從綠燈變成黃藍燈往下 結果呢 台灣投資人呢 還一路的加碼 增加了140億 對 等於說 這140億呢 這140億在昨天呢 既然一次出清啊 昨天台北股市呢 融資大減130億剛剛好 等於說3月份 4月份融資跳進去的人 買了兩個月 放了兩個月之後呢 昨天一次賣出 9500買的昨天砍在7200 所以今天才會出現 這個報復性的反彈 對 所以我想說 如果在這個景氣訊號 你有在觀察的話 其實來講 對你來講 可以做一個這個 參考 沒錯 好 大概提到重點喔 觀眾朋友 記住喔 2001年跟2009年的1月 都出現過9分最低分 通常這個景氣 對策的訊號燈 它是一個領先指標 所以你要買股票 觀眾朋友 剛剛看的數據 好悲觀 要從16分 可能降到14分 禮拜四見真章 可是更重要 觀眾朋友 還是不要買 等9分 一定會有9分出現 慢慢等待 因為還有5分 可以慢慢扣 所以台北股市這個反彈 到底能不能揭 至少從目前幾個重要指標 剛剛可以講得非常完整 要特別留意風險 好 文明哥我們要觀察 當然台灣經濟跟股市極糟糕 可是有人拿金牌 很妙 這個金牌是誰 就是我們的彭總裁 按照全球金融家雜誌 今天早上最新公布的 我們的彭總裁 再度連續 第12年拿下A級的金牌 12A 這也是史上最A的男人 因為金融家雜誌沒有給過 那麼多A 所以A最多 觀眾朋友 但比較高興 因為另外一個人也拿12A 他是誰 馬來西亞央行總裁傑弟 這是全世界最A的女人 可是觀眾朋友我們講 物以類聚 對不對 像我跟岳老師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要有一點簡單的 哲學思想 我跟邱老師在一起走在路上 代表我懂點財經知識 我跟萬明哥在一起 也代表我們對歷史 有點粗淺的了解 好 物以類聚 觀眾朋友這家雜誌 頒給的這兩個12A 大家知不知道 馬來西亞最近怎麼了 427號跌了24% 觀眾朋友他跌24%沒關係 是馬幣崩盤 因為太慘要打馬賽克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把馬幣的 走勢拿給你來 馬來西亞現在股惠債全完了 這是亞洲金融風暴 最慘的國家就是馬來西亞 他也拿12A 所以觀眾朋友 為什麼我過那麼慘 物以類聚 只要讓人民越慘 全球金融雜誌就給你更多A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給A的國家 沒有國家國民過得舒服 真的舒服 真的爽 像美國B 像歐洲C 像中國C加 很妙 國力越強得分越低 這個國力越弱得分越高 萬民哥很妙 為什麼變這樣 這感覺是一個飢餓遊戲 你只要能夠屠殺人民 讓人民水深火熱 就給你個A 像飢餓遊戲一樣 另外我們看這12年來 觀眾朋友注意到 隨著台灣的貨幣政策 跟匯率政策 我們看到在整個GDP的財富 收入分配當中 勞工越來越可憐 占整個分配比率 緩步下滑 相反的 包括我們看固定資本的消耗 隨著低利的環境 越來越高 也就是台灣 慢慢走向一個 高資本密集的產業 不是高技術密集的產業 因為勞工能得到的果實 越來越少 另外從間接稅 間接稅更可以反映 台灣的內需消費力 因為它是這種移轉過程當中 課的稅也是越來越低 所以萬民哥 難道真的要屠殺人民嗎 真的要飢餓人民嗎 人民過得越苦A越多 馬來西亞也是一樣 台灣也是一樣 您的觀察 央行總裁 在台灣一直享有很高的評價 大家都認為他是最稱職的 財經官員 其實台灣喜歡造神 你知道嗎 彭神 對 彭神會在台灣之所以 變成神 我就覺得全台灣老百姓 就是馬丘孤中 你知道嗎 就是馬丘眼睛被牛死對不對 給遮住了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其實彭懷南他只是 care一件事情 就是盡可能的維持他的獨立性 任何人都不能批評他 尤其是政府的官員 不能批評他 批評他的人對不對 他馬上就反彈 就自尊心很強 我也不曉得這個人 為什麼自尊心這麼強 是不是小時候心靈受到創害 經不起別人的任何批評 你知道嗎 另外一點 他就是要維持一定的冷血 能夠不知民間疾苦 像那個武器經驗報的主持人 楊世光 一天到晚罵央行 跟進了加護病房一樣 毫無行為能力的病人一樣 他也裝著沒有聽到 把國內的利息壓低對不對 然後放任房地產 這個不肖的這種廠商 在那邊炒作對不對 他也裝著沒聽到 還假惺惺的對不對 跑去說要看房子 關心國內的房價 出來以後對不對 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的說 國內房價太高了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這個都叫做惺惺作態 另外還有人批評他利息壓這麼低 全亞洲除了日本以外 台灣是第二低的 然後犧牲存款人 退休公務員 退休人員的這個存款 存款收益 他也通通可以裝得沒有聽到 所以我跟你講央行如果要得到 金融家雜誌的這個 A級的平等的話 就是要像他這樣冷血 甚至於還包庇這個不肖廠商 利用國內的低利率環境去套利 打個比方說這個鼻星的衛家 用1%的臺幣資金對不對 像銀行貸99%的這個貸款 去買房子去炒房子對不對 他早就知道了 但是他都不講 一直到這個鼻星的毒豬油 黑心豬油事件爆發以後 他有在那一副好像對不對 這個講風良話說這個很差勁 這個國內銀行對不對 給他買房子 給他多少優惠 奇怪了 你以前為什麼不講 對 你這個時候洛景夏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種人就是裝清高 你知道 這種人就是魅俗 其實大家不要看他 一副好像正經八百的樣子 我的看法就是說 他其實很懂得這個孤民釣獄 另外一點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看法 你跑財經圈跑很久 你這樣K一個政府官員 我很少這樣子去K人家的 這是毫無作為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央行對不對 其實要根據國內所有產塊 產業隨時的環境的變化對不對 採取應變措施 比如說大陸房地產 這個上漲的時候對不對 央行就推出他的所謂 定向寬鬆政策 對房地產以外的企業 給予更多的資金益助 成不成功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看到 有做些什麼 當台灣的房地產已經泡沫化的時候 該升息的時候對不對 他不升息 好 現在對不對 經濟環境惡化的時候對不對 他要降息的時候 也沒有空間了 對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有人罵 就是說像這個 美國也很多經濟學家 認為聯準會升息真的太慢 我也是認為 其實台灣央行兩年前 就應該去升息了 現在搞得沒有降息空間 現在講到沒有降息空間 把央行的利率政策 他的貨幣這個政策對不對 最有用的這個工具對不對 搞到對不對 一點彈性都沒有 對 那我如果說現在如果對不對 經濟持續惡化 他要降息 是不是要用負利率的方式對不對 再去補貼國內的企業 將來對不對 經濟回升以後 或者說經濟穩定以後 他是不是還要恢復到這個升息的 這種循環呢 在央行那麼長的一段時間 而且連續現在算起來是連續 四年吧 十二幾 三年 連續好像十六個月吧 是不是 十幾個季度 好像這個利率 十幾個季度 很久了 對 幾乎都停滯不動 對 我的看法是說 國際金融家雜誌 它其實是美國的一個 這個什麼金融刊物 其實它反映的是 美國金援本位的對不對 這個利益 誰能維護得最好 對 誰能維護得最好 為什麼這個可以讓外資 進入台灣以後對不對 風險降到最低 對 因為央行的利率政策太穩定了 不可能有任何變化 也就是意味著對不對 外資進入台灣來套利 全錢的時候對不對 根本不需要央行 會採取任何的措施去阻擋他 或者說給他一些什麼限制 他在台灣是在沒有風險 沒有變化或者相對 不確定因素最低的環境之下 去套利 這是非常可惡的一件事情 後面我跟你們補充一點 我們過去是全台灣 第一個財經節目 跟官方提醒到借券賣出 官方還記得這四個字嗎 你現在很多頻道看到 可是官方有沒有注意到 加長金鎖地見報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講 借券賣出了 很多不了解借券賣出的人 認為是借券賣出 讓台股崩盤 官方其實借券不見得賣出 很多借券是用來做 衍生性商品的包裝 跟再融資的擔保品 所以為什麼台灣股票 能借券見那麼高 不見得是放空 而單純是外資用借券 很多包裝的方式 要借低利的台幣 來進行海外資金的套利也好 投資也好 所以事實上講彭彎男其實很容易 因為好多工具 因為台灣創造一個非常適合 突嬰滋掌的環境 非常適合老鼠蟑螂滋掌的環境 這些都是貨幣政策跟會議政策 這個領導人該負責的 那不作為 那基本上是不是錯 還是作為是個錯 大家檢討一下 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能夠把台灣長期結構 撕衡到這個地步 絕對不是沉水畢也不是馬英九 他們各幹8年 可是一個主導貨幣政策領導人的 不作為使得台灣的財富分配惡化 產業結構惡化 觀眾朋友 你能在冬天種出西瓜嗎 你能在平地種出水蜜桃嗎 不可能嘛 台灣就是這個氣氛跟貨幣環境 好 我們今天晚上要回來觀察 除了這個M1B M2 似乎看不出台灣的這個股市景象 觀眾朋友還要注意風險 另外從非常諷刺 台灣竟然財富分配到如此惡化 而利率空間如此之僵化 還能得到12A 我們就回來看世界大戰 為什麼 因為中國跟美國最近兩天 貨幣競相貶值 到底面對全球這一波的 勢力重分配 財富重分配 區域重新劃分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這樣廣告回來看一下 習近平在這個週末最新的 兩隻鳥理論 這樣廣告回來告訴你